崩牙居与何鸿生关系如何,一直都耐人寻味 若当年是何鸿生头马,98年崩牙居入狱,何鸿生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确实感情深厚,去年何鸿生去世,何超穷不会婉拒崩牙居送葬 崩牙居与何鸿生之间一直都很微妙 何鸿生公于心计谋略,崩牙居宠上江湖仗义 本身道就不同,两人在或明或暗早就存在矛盾博弈 何鸿生看不起小学二年级都没毕业的崩牙居 对不够听话的崩牙居多有提防 出身草莽的崩牙居则一直有着公民富贵其有种 烟雀安知的枭雄之心 何鸿生重用崩牙居或者说崩牙居死忠何鸿生 终究都不是长久之计 显为人知的是,35年前,崩牙居曾因抽成问题 跟何鸿生闹过冲突 当时崩牙居年轻气盛 未免夜长梦多 何鸿生安排亲信刘荣居先下手为强 崩牙居在吃早茶时 突遭十数名连公乐猛人伏击 在左臂留下一道长疤 崩牙居命大逃生 而后何鸿生示弱 调整赌业利益分配 催生叠马人制度 进而间接改变了江湖格局 或许有人说了 崩牙居够格跟何鸿生搬手万马 何鸿生1921年生 比崩牙居年长34岁 崩牙居在青草街家门口玩泥巴时 何鸿生就已是叱咤港澳的政商巨额 何老板当然有资格看不上这个出身底层的小不点 跟当年何鸿生父亲破产 拜完家业 没人认为这个顽固子弟会有出头天 当年何老板被大天赶出澳门 没人认为这个狼狈的年轻人会东山再起一样 上世纪60年代 何鸿生常会轻车减从 来到夜母街找一班14K大佬喝茶打牌 夜母街号称澳门江湖的长安街 不光14K大旗重召体育会设在这里 大佬门人大天二 马交逢 报纸配等都住在这条街上 14K当年是奥普当局之下的无冕霸王 自被大天二长了寂寝之后 何鸿生都会定期来夜母街拜码头 推杯换盏 搓麻胡牌之间联络感情 而在一公里之外的青草街 童年崩牙居正和一般小伙伴 灰头土脸打滚正憨 崩牙居父亲只是名火柴厂工人 家境清贫 姊妹又多 作为家中长子的崩牙居 小学二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 进饭店当厨工 跑堂 跟人斗眠羊仔 卖黄牛票 瘦小的崩牙居出落成精干少年 何鸿生一路轻车快马 纵横百合 扳倒傅老荣 踢走夜汉 联盟霍音东 拉拢十姑娘 串扮奥鱼专银博彩 建普京大酒店 开水路航线 风光微水一时 赌王声名雀起 崩牙居则是个 好勇斗狠的蛊惑仔 与药仔 水防赖 刀疤墙 白板仔 柬埔寨 黑珍珠 组成七小福 渐渐在江湖上打出名堂 接着崩牙居 败入14K猛人黑仔华门下 并在80年代初金黑仔华介绍进入赌业 经营蝶马放树生意 没几年 干练的崩牙居便控制了赌场的蝶马生意 向蝶马仔收取佣金 每天进账200多万 成长起来的崩牙居开始进入何浑森视线 何浑森偶尔喊到母夜街 喝茶打牌 与马交锋报纸陪这些江湖大佬互通有误 马交锋提起崩牙居说他很有冲劲 赞赏有加 何浑森点头一笑 接着又轻轻摇头 作文赌王位置的何浑森 已经开始不屑与江湖人打交道 平时忙着和镇商高层吃饭茶叙 将与江湖人的关节往来 交道亲信奥与常务副总刘荣居手中 刘荣居是香港传奇华探长刘福的侄子 也是影坛大哥邓光荣的大佬 社团联工乐创会龙头 澳门陪正书院毕业 会四国无语的石脑达人 何浑森不是看不到 崩牙居是江湖上颇有前途的 闷人翘楚 但他更欣赏有学历的精明人 哪怕学历可以放一放 像街市伟这样公于心计的聪明人 反而比性格豪爽刚直 做事风火连城的崩牙居更受青睐 何浑森开始有意把14K为首的 江湖势力边缘化 想要甩开这个不太听话的包袱 然而何老板忽略了一点 14K在豪江经营数十年 先有萧锦赵 余虹 马家缝 报纸赔 打地基 再有黑仔华 福仔华 高老昌 斩崩刀 盖高楼 早已是根深蒂固 实力超然 白面何浑森画室 另一面14K从来不会轻易认低作小 更不喜欢有人耍花里胡哨的心机手段 何老板态度的转变 14K一众大佬可谓心知肚明 终于有一天 崩牙居直接进了何浑森办公室 崩牙居手下不少马仔反应 做碟马越来越不挣钱 当时江湖人做碟马都是暗中做的 何浑森那边也知道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时间长了 何浑森对江湖人嫌惜越来越多 便有意让手下把江湖人从碟马队伍中清出去 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便在碟马佣金上开刀 不断降低江湖人的抽成 江湖人越生再到 不少马仔找崩牙居反应 收入越来越少 生活都有点成问题 何浑森这分明是要断了江湖人的资金水猴啊 不仅马仔心急 崩牙居等一帮新生猛人坐不住 马交缝 报纸陪等一批14K大佬心中也是不爽 大家经过记忆 便推出崩牙居做代表去跟何浑森讲述 为什么直接去找何浑森呢 因为何老板手下的帮伴 打太极各个好手 每次笑脸茶水伺候 可找百八十趟都不解决问题 这天 崩牙居敲响了何浑森的门 阿居啊有何贵干 秘书 赶紧给阿居泡茶 何老板很是热情 何总 不是没办法了 也不找你 兄弟们都过不下去了 崩牙居说道 咋回事 出了啥情况 近来我公务繁忙 也没去夜母街喝茶 何老板一脸震惊 现在这碟码佣金太低了 我希望增加抽筹 没等崩牙居说完 放心 我马上安排 奥语刘总解决 给阿居一个完美的答案 何老板拍拍胸脯说的斩钉截铁 何总 我希望你直接拍板 你的手下我们找无数次了 还有这次 我是代表14K提出的 崩牙居盯着何老板说 嗯 你们这个做碟码本来就不太合法 有点难办 何老板若有所思 抽成加不加吧 一句话 何总 我就要你一句种话 崩牙居从椅子上跳起来 勃然大怒 年轻人冲动不好 没等何老板说完 崩牙居摔门而去 这边 何老板转身喊来刘荣居 对其好声蜜语叮嘱 很快 崩牙居在街上吃早茶时 遭遇十多名猛人袭击 格挡不及 左手臂 手筋遭遇重创 幸好有洽在附近的石崎都 拔起科尔特佐伦 救了崩牙居一命 崩牙居预袭一事 闹得江湖上满城风雨 崩牙居的做事风格众所周知 包扎完伤口便召集亲信手下 筹谋报复 同时受到14K一般大佬联合支持 眼线很快爆出 手下的是梁公乐的人 梁公乐直指奥狱副总刘荣居 刘荣居与崩牙居素武怨仇 幕后主使不言自明 14K成员力宾摩玛 崩牙居蠢蠢欲动 何老板心里辛亥难平 生怕遭遇不测 某晚趁着夜色 何老板带着庶民保镖 又来到夜幕街 与一般14K大佬讲和 答应提高叠马抽成 与崩牙居杯酒化恩仇 并圣赞其年轻有为 并许诺给他最好的场子 经过此事 何浩深认识到 一味将江湖势力驱除 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报复反弹 后果难以设想 不如就此拉江湖人入局 默许原来安装叠马的江湖人 可以参与叠马神议 接着何浩深找来司徒玉莲 由司徒玉莲出面 与对方交接往来 并在此间 与崩牙居建立不错的关系 引入江湖人叠马 直接开启了贵宾厅的黄金时代 崩牙居也在这个过程中 成长为江湖剧情 何老板并不能让崩牙居完全听话 崩牙居的性格也并非持中物 终于在1998年 崩牙居因白德安坐驾 玉玺事件锒铛入狱 十三年后 崩牙居出册 世界已是另一番田地 所以终于冬 did